很多时候一些美国移民 你都需要有一个雇主的担保 那如果你在找不到雇主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可以给自己申请 那一定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灵活性 不需要受到其他外界的一些限制 无论是在科学 技术 工程 艺术还是商业等领域 EBA都扮演着特殊人才之路的引路人 他为那些在各自领域内读书一致 影响深远的个体 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才华的舞台 一个通往美国绿卡殿堂的通行证 不同于其他移民类别 EBA更加强调申请人 在领域内的卓越成就和积极影响 无论您是一位领先的科学家 在医学领域取得突破 还是一名杰出的艺术家 通过您的作品感动人心 EBA都为您敞开了一扇 通往美国永久居留权的大门 它不仅是一项移民途径 更是一个展示个人专业价值的平台 通过EBA 您可以向世界展示您的成就 向人们证明您的影响力 从而为自己赢得一个 在美国持久发展的机会 您好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综合谈 在这个移民的道路上 每一步都十分重要的 而EBA作为一个高度专业的移民的类别 需要申请者有明确的了解 还有准则 这个跟其他的移民途径来相比较的话 其实EBA还有个独特的流程 还有要求的 到底这些流程还有要求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有专业的律师来为您解答 对 EBA其实是一个 非常时间长的一个申请类别了 那现在来说 很多人都会选择做EBA 原因就是在于 其实真的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所以我们觉得EBA对于一些 有某一些成就 不管你是学术上也好 是商业上也好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的一个类别 Winnie 你好 Shirley 你好 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EBA大家都很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 今天徐律师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这个EBA这个移民的类别 跟其他的移民途径 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呢 是 EBA我们俗称的就是 杰出人才移民 那当然顾名思义就是说 这些申请人必须要在他自己的领域 要是非常杰出的 在金字塔顶尖的那一群人 这个应该是所有的移民类别中 要求最高的一项 所以EBA是在所有的移民类别中 金字塔的顶端当中 才可以申请所谓的EBA的 那徐律师 这个EBA在申请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因素 才可以被视为所谓是 金字塔顶端的人才呢 对 其实我们在听这个定义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一定很难很难 移民法上有两点 对于这个杰出人才的认定 它有两个标准 一个就是如果你申请人 获得过一次性的世界级的奖项 比如说诺贝尔奖 比如说是奥林匹克奖 那只要一次性的成就的话 就可以认定你是符合EBA 杰出人才类别的申请人 那很多人基本上我在职业的过程当中 做了那么多案子 没有一个是这么厉害的 那移民局有另外一个标准 也就是在十个标准里边 如果你符合满足至少三个标准 那你也就可以认定是杰出人才 那这十个标准我简单讲一下 比如说是国际 不是国际级的 国家级的奖项 会员 或者有论文 评审 或者你有高薪 或者你有一些艺术人的 一些艺术人才的展示 或者是一些高票房的收入 等等等等 那这一些如果你符合三项 至少三项的标准 移民局就可以认定理事杰出人才 所以要在十项里面满足三项 才可以被认定 可以申请所谓的EB1A 那这样子EB1A 大家都可能想要知道 有没有这个机会来申请 不过EB1A跟其他的移民的途径 一起来比较 他的申请流程 应该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吧 对 首先来说 第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在于EB1A 它是不需要雇主担保的 也就是申请人 只要为自己个人提出申请就可以 那移民局在考量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看 你有没有符合至少三项的标准 就是我刚刚列举的几项里边 那第二点 如果你符合了 有至少三项标准的话 移民局会move on 去看你有没有符合最终优点判定 也就是说 你这些奖项的级别 你这些论文发表的级别 是不是足够到最顶端的 在你这个区域里边的这一个类别 这个是移民局第二步看的 那如果你通过了两步的测试 那恭喜你 移民局就会获批你的EB1A的申请 所以移民局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判定资格 还有判定的标准的 那徐律师 在您从业的这么久的时间当中 怎么样可以证明这些申请人 在自己的领域当中 真的是出类拔萃 先跟我们解释一下 您几个成功案例好吗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可能会选择 就是说分两个类别来跟大家讲 这个也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 一个就是说学术性的人才 比如说在这里就学的一些博士 或者博士后或者乃至你是一些 比如说硕士 但是你的成就非常的好 那这个我们统称为叫学术型人才 那像学术型人才 我们做的比较多的一个 就是三个标准 就是论文的发表 一个就是评审 另外一个就是原创性的重要的贡献 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学术型人才 做的比较多的三个标准 那第二个大类呢 我想把它分为就是属于商业性的一些成功的人士 那这一些呢 可能就是说你在自己的领域里边 已经有相当多的工作经历 然后你可能是某一个企业的创始人 可能是某一个企业的包管 那像这一类的商业呢 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媒体报道 那它可能是有一个知名组织领导力 那这是第二个标准 那第三个就看客户 有些大家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会员的资格 或者有一些我们叫它做技术型的商业精英 也就是说它除了有自己的企业 它还有一定的自己的专利 那像这一类也可以再多加一个原创性重大贡献 那这个就是商业性人才 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会做高薪 如果你可以证明你自己的收入比你的同行 要高出好多倍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尝试做高薪这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两大类我们做的比较多的 以及他们的一些证明材料的收集跟整理 所以在徐律师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当中 他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学术型的EB1A的人才了 刚才听到徐律师这么说 除了学术型的这样的人才之外 其实原创性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政府是非常注意所谓的原创性的是吗 没错 对 美国政府其实非常鼓励大家就是说有一些 不管是不是专利或者是你有一些非常好的论文 你发表在一些影响因子非常高的期刊 你的引用量非常的高 那这一些都可以让政府认定为是一个原创重要贡献的一个标准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一些学术性的申请人他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的研究 他可能有论文或者他可能有参与过自己导师的实验室里边的一些研究 那这些研究可能都有得过这些government funding 也有一些政府的机构的一些资助 那这一些都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链 之前徐律师好像也跟我们提到过 这个EBYA的申请是不需要美国雇主的支持的对不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申请人来说是不是灵活性又增加了许多 那是一定是 那大家可能知道很多时候一些美国移民 你都需要有一个雇主的担保 那如果你在找不到雇主或者你在做到一半的时候 你的雇主突然说我不帮你继续做了 或者这个生意临时的比如说倒闭了或者任何事情改变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可以给自己申请 那一定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灵活性 那等于你就不需要受到其他外界的一些限制 那当然对于自己来申请 你也是需要就是说对自身的这个申请人的条件 会有一定的要求 那当然了申请排期 这个应该是大家非常头痛的问题 因为不管要怎么等呢 那个时间表真的是等到山穷水尽可能都还等不到 徐律师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EB1A 它的申请还有在排期的关系 那排期方面是不是比较具优势 对那不管怎么这样来讲 目前来说对于中国大陆的出生人 还有印度出生的这些申请人来说 都有一个较为漫长的排期 但不管怎么说EB1A它就是一类优先 属于这种比较顶端的申请类别 所以不管排期如何它都是排得比较短的一类 它应该是所有类别里边 目前11月的这个排期公布要表来看 除了EB5就是新法EB5 一些预留签证是没有排期外 那EB1A是排得最快的一个类别了 对那徐律师 既然EB1A它是一个排期最快的一个类别 对不对 那如果它十项的category里面 可以满足到三项 几乎就可以 然后又达到所谓移民官的要求 几乎就可以开始申请了 那对于我们观众朋友来说好了 想要申请EB1A的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或有什么注意事项可以提醒他们呢 好 我们在很多时候收到一些客户的资讯 他好像对自己这些资质 没有太大的自信心 他很多时候都会问我们 我是不是够 我能不能 我比如说我饮用量要达到多少 我才可以够申请这个EB1A 那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律所 它会有一些比较硬性的规定 比如说你的审稿要达到多少篇 比如说你的论文的引用量 要达到多少 它才会帮你申请 但是呢我们做那么多来说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客户材料或者自身的这些优点方面 还是可以挖掘的 我会鼓励大家就是迈开这一步 我就看到有时候有一个地方就讲 你想其实都是问题 你做了问题都没有了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就是迈开这一步 可以联系我们 给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免费的评估 那我也可以给大家 比如说我觉得啊 你现在可能还不到这一个申请的阶段 我会给你一些提升的一些建议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趁早会比较好 所以啊就像徐律师提到的 大家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呢 做而思不如起而行啊 今天呢你觉得想要申请绿卡 用什么样式的方式来申请呢 就请专业律师告诉你正确的道路 可是只要想申请就要开始行动起来 想想看如果今天可以拿到一张绿卡的时候 在美国的生活可以多么地轻松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